我们要来看今天的信息 周报的第二页 我们今天要看的是 圣灵充满之服饰的榜样 圣灵充满之服饰的榜样 这两年来 我们教会主日敬拜的主题 一直围绕在我们亲爱的上帝 的第三位圣灵的身上 根据第五世纪的 亚他拿修信经的前半部 有关三一神信条当中的 第三到第二十八条 是这样说的 我把它念过去 不做解释 你看你能不能够明白 这一个第五世纪就存在 直到今天还是基督教 天主教 东正教所共信的信条 第三条到第二十八条 他是这样讲的 你注意听 他说大公教会的信仰是 敬拜一体三位 而三位一体的上帝 三位不混乱 一体不分开 父一位子一位 圣灵也是一位 然而圣父圣子圣灵 同一神性 同一荣耀 也同一永恒的尊严 圣父如何 圣子如何 圣灵也如何 圣父不受造 圣子不受造 圣灵也不受造 圣父无限 圣子无限 圣灵也无限 圣父永恒 圣子永恒 圣灵也永恒 但并非三位永恒者 乃是一位永恒者 并非三位不受造者 并非三位无限者 乃是一位不受造者 一位无限者 因此圣父全能 圣子全能 圣灵也全能 然而并非三位全能者 乃是一位全能者 如是圣父是上帝 圣子是上帝 圣灵也是上帝 但是 非三位上帝 乃是一位上帝 如是圣父是主 圣子是主 圣灵也是主 然而并非三位主 乃是一位主 依基督真道 我们不得不承认 三位都是上帝 都是主 可是根据大公教会 我们也不能说上帝有三 也不能说主有三 圣父非由谁造成 既不受造也不被生 圣子由父而出 不是造成 不是受造 乃是被生 圣灵由圣父圣子而出 既不是造成 也不是受造 乃是发出 因此 有一圣父 不是三个圣父 有一个圣子 不是三个圣子 有一个圣灵 不是三个圣灵 而且这三位 无先后之分 无尊卑之别 三位都永恒 而且同等 因此 如前面所说 我们应当敬拜 一体三位 而三位一体的神 所以 凡想要得救的人 必须如此思考 三位一体的上帝 好了 听懂吗 听懂了吗 懂了吗 那你们太厉害了 你知道当你说 你听懂了的时候 其实不是理智上的听懂 因为里面太多的矛盾 对吗 我们会听懂 是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 并不是我们听懂了 但是圣灵告诉我们说阿们 但是圣灵告诉我们就是这样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知道 你如果拿给最有名的神学家 哲学家 你去研究 他就说 这什么东西 完全是矛盾的 可是对我们基督徒而言 我问你们 有没有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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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没有困难 那并不是因为我们理智好 是因为我们理智不好 是因为有圣灵在我们里面 我们感谢主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这么多年碰到许多的基督徒 我跟他们讲这么复杂的东西 他们都说很简单 可是我告诉脑筋最好的 碰到最聪明的人 我跟他讲这个 他如果不信耶稣 他说你说的是什么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就是我们的信仰 这就是我们的相信 这就是我们的神 给我们的恩典 就是我们竟然明白 这个不合道理的事情 这是从神而来的 我们感谢主 我们不管听得明白不明白 不过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神是这么的爱我们 天父为我们预备救恩 圣子为我们完成救恩 圣灵让我们享受救恩 享受救恩 但是如果我们只停留在 这个层面 那刚才已经够不容易了 因为圣灵已经感动我们 让我们明白了 但是如果我们只停留 在这一个层面 我们不过是具他为己有 就是我们靠着耶稣得着永恒的生命 已经得着了 我们靠着耶稣得着永恒的生命 因着圣灵的感动 我们相信耶稣 我们得着永恒的生命 但到现在为止 我们只不过是一个 有基督信仰的人 我们能够说我是基督徒 这是我们能说的 但圣灵或者圣经对我们的期望 或者上帝对我们的心意 不只是在这边 我们应该进而到了一个地步 就是生命在我们里面 我们被改变 我们被得着 也就是让神拒我们为他有 让神拒我们为他有 基督信仰的起点是相信他 就是得着他 基督信仰的目的 或者我们这个生命的目的是 被他得着 就是拒我们为他有 因此当一个人说 我是基督徒的时候 并不是我们这一个信仰的目的 这个只是我们信仰的起点 什么时候我们的信仰达到目的呢 就是别人说他是基督徒 明白我的意思吗 不是我说我是基督徒 因为当我说我是基督徒 很容易的一件事情 那是因为我们已经得着耶稣了 更何况得着耶稣基督 你我并没有功劳 是圣灵的感动 圣灵感动我们就相信 耶稣基督做救主了 所以我们一点功劳都没有 所以拒耶稣为我们有 这个并不困难 因为这是耶稣做的工作 这是圣灵做的工作 那今天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 或者我们要活出来的结果是 让他拒我们为他有 也就是别人说他是基督徒 那今天我们要看一段的圣经 就是讲到有一个人 别人说他是基督徒 不是他说我是基督徒的 那这个人可能你信主耶稣 久一点的人你会知道 如果你是刚刚来教会 你不会认识这个人的 因为使徒行传里面有一个人 他并不像彼得保罗这么有名 但是他却是贯穿在整个使徒行传 初代教会当中 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人物 彼得认识他 而保罗需要他 你说保罗还需要人 对保罗需要他 如果不是因为他保罗就不可能这样 耶路撒冷有重大事情的时候 就把他找出来叫他去解决 门徒被称为基督徒 从哪一个教会开始 安提亚教会 你知道是谁把安提亚教会 带起来的吗 就是他 那这一个人 称为巴拿巴 称为巴拿巴 来我问一下 我们当中知道有巴拿巴 这一号人物的请举手 来 举好我们看看 不错啊 请放下 我们教会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人 认识巴拿巴 那巴拿巴 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 可是巴拿巴有一个特色 他不是 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第一领袖 那你知道今天世界上 所看到的都是领袖 而且只看到第一领袖 任何比赛 只有第一名重要 第二名都不重要 对吗 最近是不是世界杯比赛 到最后晚上你知道赌盘 全世界开的有多大吗 就想说德国赢 还是阿根廷赢 阿根廷赢 我们教会有一些 从阿根廷回来的弟兄姐妹 比从德国回来的还多 所以我们教会 比较多的人支持阿根廷 真的 我又有那天碰到一个人 他说他们全部都跑去 就是要赌阿根廷赢 这样子 可是打完了之后 第一名的高兴得不得了 有没有 然后就冲上去 然后就哇 一直叫 一直叫 然后颁奖的时候 每一个人的奖杯都要拿拿拿拿拿 第二名的 高兴不高兴 第二名还不高兴啊 全球第二名 你知道哈 要第二名不如第十八名 你听得懂吗 早点回家就好了嘛 对不对 不要进十六强 早点回家就好了嘛 就比到最后 就是宁可不要 所以你知道吗 荷兰队输了 那场比赛就说不打了 不打了 为什么 没意思嘛 谁争三四名啊 他们现在足球正在决定 要不要三四名不比了 虽然荷兰最后还是赢 谁要比第三名啊 谁要比三四名啊 输了 反正淘汰掉就好了嘛 对不对 那天结束的时候 我没有全场看 可是我一直想要看 后来说我就半夜四点钟起来 说赶快开电视 正好看到 第八十几分钟 0比0 对不对 后来又加 对不对 后来就 这个德国赢了 我当然有点难过 因为我是支持梅西的 你知道梅西那天踢完了之后 他最后不是踢那球 罚了自由球嘛 对不对 也太差了吧 害我对他失去 完全失去的那种信心 因为我常常在巴塞隆纳 那你知道他是效力于 巴塞隆纳的俱乐部队的 哇 风靡啊 风靡啊 可是当他输掉以后 他就走出来了 他就这样走出来了 我告诉你 这世界没有要第二名 只要第一名 谁肯替别人呢 足球谁射门最多 他就是金球奖 篮球谁得分最多 就是大家的英雄 助攻 那是现在才发明出来的啦 因为要打团队嘛 德国没有一个英雄 对不对 只有大家的团队 可是这个不是这世界的 这世界你看不到第二名 你看不到助攻 谁理这个东西啊 亲爱的弟兄姐妹 可是在神的国度却不是这样 神的国度却不是这样 神的国度是怎么样呢 神的国度是神按着我们 每一个人所该做的 我们去做我们该做的 神就喜悦这样 今天我们要来看这个巴拿巴 巴拿巴老是做助攻 到最后他就从这一个 保罗宣教使命团当中 默默的就出去了 我们来看这个是个怎么样的人呢 圣经上怎么形容巴拿巴呢 请我们看第三项的第二个圣经 在《使徒行传》第十一章 二十四到二十六节 我们只读二十四节就好了 圣经上怎么形容巴拿巴这个人呢 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请 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 大有信心 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 这大概是圣经中对一个人 最高的评价 最高的评价 《使徒行传》的作者 路加首先说他是个好人 他是个好人 我告诉你 你在圣经里面找不到好人 真的 但是圣经却说 他是个好人 简单的一句话是指着他是一个属灵 生命品质很好 优质 当时最好的人 他是个好人 我不知道在别人的眼光当中 你是个怎么样的人 但巴拿巴是个好人 他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 第二 这里说他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 这是指他是所以能够活出 有这么美生命的原因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一个人生命可以很美 我可以告诉你 从圣经上来看 非常清楚的 在新约圣经里面我们了解 我们的生活表现 除非是圣灵的内住 除非被圣灵充满 除非圣灵的同在 否则我们就只能靠自己 靠自己好不好呢 很好 努力重要不重要 重要 应不应该全力以赴 应该 但是如果我们靠自己 那么我们所表现出来的 就是自己努力的结果 我没有说自己努力的结果不好 但是这不是圣经所要于我们的 他不是叫我们不要努力 但是我们努力而得着的 我没有说不好 但是基本上他带来的是骄傲 努力所得着的 基本上带来的是骄傲 我能你不能嘛 那为什么我可以你不可以呢 这不是骄傲的源头吗 但是事实上我们是个怎么样的人呢 别人不一定知道 我们的配偶知道 我们的父母子女知道 我们自己更知道 因此我们需要圣灵在我们里面 巴拿巴是一个圣灵充满的榜样 他这个怎么样的人 第一他是个好人 第二个他是圣灵充满 第三这里说他大有信心 这个词我们常常用 但是这个大有信心是指着 这一个人他在生活当中 通常或者绝大部分 甚至全部分都是因他而活 因他而活 而不是因自己能而活 这个有很大的差别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我这样讲的时候 我没有说你不需要努力 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完全没有搞清楚 我们的信仰的核心是什么 就是到底谁在我们里面 到底谁是我们的帮助 到底我们所依靠的是谁 这边说他大有信心 信什么不是信自己 是信神 因为这个缘故 我们可以说巴拿巴是一个 圣灵充满着服饰的榜样 那我特别在这个教会 已经讲了非常的多年了 我从一九九几年在这边讲 讲到现在这个观念 就是到底什么是服饰 服饰不是我们看得见 在教会里面的服饰 这个服饰都是看得见的 我每一次在这边祷告的时候 每一次带着团队在这边祷告的时候 我都跟神祷告 那是我农内心深处的祷告 不是让我们看见那个 看得见的人的服饰 其实有多少是看不见的服饰 我们拿到的周报需要多少人默默地做 从来没有人知道它 你们从来不知道第一版谁负责 第二版谁负责 第三版谁负责对吗 可是教会的周报 每一页都有人在负责的 教会有多少事情啊 我有的时候礼拜六会来教会 就看到他们在插花 你知道在插花的时候呢 就没有人看见 你们只看见花 甚至你们有的时候 进来连花都没看见对吗 可是他们已经插了我们教会到现在几十年了 他们继续插花 这叫做服饰 当我讲服饰的时候 真的不是讲教会里面的服饰 当我讲服饰的时候 圣经里面更准确地说 是我们生活生命应该有的表现 包括你怎么做爸爸妈妈 包括你怎么做儿女 包括你怎么做配偶 包括你怎么做老板 包括你怎么做员工 包括你在你的社区里面怎么做邻居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叫做我们的服饰 所以一个圣灵充满的服饰 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 我们从圣经记载的八拿八来看到他 四点归纳出来 其实他有好多点 我就简单的 为什么因为时间不够 就归纳他四点 有几方面的表现 第一请你写下来 慷慨奉献爱神爱人 慷慨奉献爱神爱人 如果你有笔你可以记下来 其实只有两个字 你也容易记得住 来我们来读使徒行传四章三十六到三十七节 三十六三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 预备请 有一个立位人生在居比路 名叫约瑟 使徒称他为巴拿巴 巴拿巴翻出来就是劝慰子 他有田地也卖了 把嫁仪拿来放在使徒脚前 好看我这边 我请问你 巴拿巴的名字叫做什么 你们还不错 你们还有真的有在读圣经 我以为你们是混一混而已 可是在今天读圣经之前 你就知道巴拿巴的名字叫约瑟了 请举手 情况下不到五个 可见你就知道 大家并不认识约瑟 我们知道的约瑟是旧约那个约瑟 对不对 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儿子 叫做约瑟 有一个 他先下到埃及去的 我们还知道新约有一个约瑟是哪一个 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的先生对吗 他叫做约瑟 可是我们不知道巴拿巴也叫约瑟 可见你就知道 他的名字大家都忘了 大家只记得他的外号 外号 你知道有一个人的外号叫到一个地步 连他的名字都忘了 你就知道他这个外号 有多么能够彰显出这个人的样子 是不是 有的人胖一点 你叫他胖子 我告诉你 他当不上胖子 因为如果你看过真正的胖子 他就不太胖 可是如果所有人都叫他胖子 你就知道他应该挺胖的 这个人叫做巴拿巴 我们都不知道他叫做约瑟 他是初代教会历史当中 一个非常出名的人物 以前我们都没有注意到他 或许你有注意到他 这一段是讲到巴拿巴怎么样做一些事情 当时刚刚五旬节教会成立的时候 由信主的犹太人的家庭被逼迫 很多人被他的宗族赶出来 有的人被他的家庭赶出来 他们为了信仰被逐出家门 有的人有吃的 有的人没吃的 有的人有住的 有的人没有住的 因此他们就发展出一个生活模式 那个生活模式就是有的分给没有的 那是唯一的办法嘛 那今天因为我们教会没这个状况 我相信当我们真的有这个状况的时候 我们也这样做 我们也这样做 所以有的人说 这个只不过是历史上的一个记录 今天不会发生 不 今天还没有发生的条件 当一发生的时候 我们基督信仰就这样做的 就这样做的 他们烦无功用 当时有相当多的人 在圣灵充满了情况之下 就做了这件事情 把田产家业卖了 来供应其他有需要的人 这里其中提到一个人就是巴拿巴 巴拿巴这里写得很清楚 他生在哪里 基比路就是现在的 塞浦路斯 换句话说我们就知道 换成我们今天的话 他虽然是犹太人 可是生在外地 今天就是我们所谓的 华侨 他是华侨 他因为当时这个状况 他也回到耶路撒冷 他就把田地卖了带到使徒的脚前说 我愿意把我的土地卖掉的钱 捐给大家 让大家一起来使用 这一段圣经的记载 其实是很特别 他的重点不再讲巴拿巴 路加在记载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是要拿来对照亚拿尼亚 跟撒非拉的 他的目的不是在讲巴拿巴 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他是因为当时大家都这样做 所以并不是只有巴拿巴一个人这样做 但是也有一个人 叫做亚拿尼亚 和他的妻子撒非拉 其实路加是要讲说 不应该不诚实 不应该做圣灵不喜悦的事 因此他受到圣灵责罚的 这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 路加前面写了一个 巴拿巴作为对照版 对照版 但是因为我们中文翻译圣经的时候 在下标题的时候 或者说翻译圣经的过程 在下标题的时候 把第五章放在那边 就把它隔开来了 其实如果你把第五章拿掉的话 你会发现 巴拿巴其实应该跟亚拿尼亚 撒非拉是放在一起的 换句话说 路加是要举一个人做例子 说他是奉献之人的代表 他是一个诚实的人 来作为举例 可是你知道当他要举例子的时候 他举什么时候做例子呢 当然举一个最好的人做例子嘛 所以可能 巴拿巴奉献是比较多的 可能他是被大家所认识的 可能像他这样的人 他奉献大家很惊讶 所以就把他选出来 那这一个人 他被拿来跟亚拿尼亚 撒非拉做对照 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他是一个慷慨奉献的人 可是从这段也更清楚让我们看见 他说门徒称他为巴拿巴 换句话说 他不只是愿意奉献金钱 而且他爱人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作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需要了解的事情是 我常常在这边讲 怎么证明你爱神呢 没办法证明的 只有一个办法证明 就是你爱人 一个不爱人的人说 我爱神 这不是我说的 你别骂我 圣经上说你说谎 不是我说的 真的不是我说的 你们很多人圣经很熟的 你知道的 说我爱神 可是你不爱人 圣经说你说谎 真正爱神的人一定爱人 这是圣经上所说的 因为这个缘故 当他说使徒称他为巴拿巴 换句话说 他是一个爱人的人 因此他把他的钱 拿出来奉献这一件事情 一方面是爱神 一方面是爱人 弟兄姐妹 凡我们所得的 并不是为了我们所有的缘故 我再说一遍 凡我们所得的 都不只是为了我们自己的缘故 而是为了神全体百姓的缘故 甚至在某些状况之下 还包括为了 还没有相信主的人 如果我们没有搞清楚我们的信仰 我们就会以为我们赚的是我们的 我告诉各位 我们赚的是我们的 跟我的能力是我的 我的时间是我的 我的才干是我的 我的生命是我的 是一样的道理 这不是我们神的道理 我们神要我们 我们所得的都是他的 你知道在旧约就讲这件事情了 神对以色列百姓说 谁是使你得祸财能力的呢 是我 神说 我是使你得祸财的能力的 换句话说 神说你不得你就得不到了 圣经当中也说 神吹去就吹去了 因此之故 这里讲的不是钱财的问题 当我们讲慷慨奉献的时候 这里当然是讲钱 可是在我们整个基督信仰的生命里面 不是指钱的 不是指钱的 是指你的能力 你愿不愿意 是指你的才干 你愿不愿意 当你有一点点从神得着的时候 你愿不愿意 你知道我们教会是那种奉献 都自己跑去奉献的 对不对 你知道我们教会 没有看到我们传奉献带 因为我们认为 这是我们教会的观念不一定对 或者说不一定是唯一的办法 你要奉献好你要到外面去 你要自己拿到奉献箱去 没有人会来找你的 可是我也喜欢有些教会传奉献带 我也喜欢 为什么 因为当他们奉献的时候 当他们奉献的时候 他 当然起初一定是不甘不愿的 你们刚刚信耶稣对不对 剥了一层睡再剥一层 政府已经拿走了 然后我还要再奉献 那么十分之一是睡前还是睡后呢 你们有没有这个问题 是睡前还是睡后呢 可是当我看到有些教会在那里奉献 当我看到有些教会在奉献的时候 你知道他们每次把奉献 在收到前面的时候 我常常被那个祷告的人 真实的感动 因为当他在祷告的时候 他让我们知道 我们所有的一切是从神来的 然后我们拿出来觉得自己好了不起 可是事实上这都是神的 我们这样做这个动作 只不过表明我们知道 我们所有的不是我们的 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们服侍 我们所以爱人 是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 巴拿巴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他慷慨奉献 我再说一次 不一定是钱 还有我们的时间 还有我们的爱 第二 一个圣灵充满服饰的榜样 还有一个特质 在巴拿巴身上表明出来 就是他受托办事 值得信任 请你写下来信任 值得信任 弟兄姐妹你被信任吗 你被你的亲戚信任吗 你被你的同事信任吗 当别人有需要的时候来找你吗 我认识我们当中很多的弟兄姐妹 在职场上面有很好的表现 老板到哪里就把他带过去 你听得懂吗 因为他做得好 因为他忠心办事 我们当中有很多的人 他在家庭里面做很好的 一个该做出来的样子 好好的做妈妈 好好的做丈夫 好好的做儿女 那这些都是神所要求于我们的 受托办事值得信任 是一个圣灵充满的圣徒 应该有的样子 神到底是一位怎么样的神呢 祂是一位信实的神 我们常常说一句话 我们说祂说有命力 你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吗 很多人说这句话把它解释成 是祂是个有能力的神 对 祂是个有能力的神 可是这个祂说有就有 命力就力 更重要的是指祂是一个信实的神 祂是一个信实的神 祂这样说祂就一定这样做 因此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 祂有属神的品格就是祂信实 巴拿巴就是这样子的人 这里有两段经文讲到巴拿巴 怎么样的被信任 请我们来读十九节到二十三节 十九节到二十三节 使徒行传十一章 十九到二十三 我读一节请你读一节 我读一节请你读一节 十九节 那些因司提反的事 遭患难四散的门徒 只走到菲尼基和居比路 并安提阿 他们不像别人讲道 只向犹太人讲 足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 就很多了 好 到第二十三节 这里有一件 这里有一件对犹太人很重大的事 要弄清楚 就是到底可不可以对外邦人 传讲耶稣 如果你上上礼拜有来 我已经讲了这件事情了 上帝非常体贴的对犹太人 因为这个缘故 圣灵当时浇灌下来 让他们受圣灵分做三次 一次像犹太人 一次像撒玛利亚人 一次像外邦人 这样让犹太人慢慢的走出 他们狭窄的心胸 犹太人不能接受 还有别人可以信耶稣的 还有别人可以相信上帝的 只有他们是chozen people 别人不是 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当神这样做的时候 对犹太人来说是很辛苦的事情 彼得已经领受了 这个传福音给外邦人的使命 他实际上向外邦人传福音 他进了外邦人的家 他向外邦人传福音 并为他们施洗 以后他就回耶路撒冷了 我上次说 回到耶路撒冷之后 那些人就问他说 你怎么可以做这个事情呢 他就把所有的事情跟他们讲 讲了以后他们就说 那看来神的恩也灵到外邦人了 这些人还蛮讲理的 可是亲爱的弟兄姐妹 耶路撒冷是最高权威 他们对于这件事情 未必一次就能够接受 会不会在耶路撒冷 有些人比较开明 有些人比较保守呢 一定的嘛 一定的嘛 会不会有人有实际的困难 当风声传回耶路撒冷说 哇 据比路跟古利赖的人 到了安提亚 也向希腊人传讲耶稣 而且很多人信而归主 他们很紧张 他们说怎么越搞越大 彼得一个人搞没关系 因为他是主的大使徒 他做没有问题 可是别人可不可以做 而且这些人 名不见经传 到处传起福音来 外邦人都信了耶稣怎么办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知道我们的那个 我们的那个 perception是很严重的 我们的认知是很严重的 我这几年因为常常有机会 在外国 你知道台湾是一个 我讲台湾就是中华民国 你们不要误会 可是你知道现在在国外 根本没有人提中华民国 这件事情 我因为在欧洲要办身份 那个做工作 需要办身份做工作证 然后他就问我说 他就让我填表格 填填填填填填 他说你的国家我就填 Republic of China 后来我怕他不认识 我又刮号写台湾 然后他打出来就变中国 我就跟他说 I'm sorry我不是China 我是这个中华民国 他就说好就打 就中国 怎么弄电脑就是没有台湾 我就说你帮我打台湾 一进入就变成中国 厉害吧 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所以我们可以拥有双重国籍 可是中国大陆他们不可以 拥有双重国籍 我因为在国外常常看到中国大陆 他们在这边拥有 那是得着德国籍的 法国籍的 意大利籍的 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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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常常开他们玩笑 我在中国人请举手 你知道全部人都举手 我说谁说你是中国人的 他说我说不是中国人 我说你拿什么护照 他说我拿德国护照 我说你还有中国护照吗 没有 谁说你是中国人的 撤侨的时候就没你的份 听得懂吗 因为你是德国人 可是他没办法 他就只有这观念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我们里面的观念是很难被改变的 所以犹太人他们就很辛苦 他们说福音也临到外邦人了 他们没有办法做这件事情 他们就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所以耶路撒冷的人 就要派一个人去一探究竟 请问在这段圣经想派谁去 派巴拿巴去 这个任务不简单 为什么 因为他一方面必须对传统教义 非常明白 他不能判断错误 第二 他必须被耶路撒冷的使徒 接受跟信任 其次 他必须有明确的判断力 说那些人信耶稣 到底是真的还假的 而且他还必须会说西利尼话 这个他没有困难 因为他本来就生在大树 他本来就是在这个居比路 所以他会讲希腊话 他还必须被安提阿人接受 不仅如此 他必须能够准确的反映出 真实的状况给耶路撒冷 谁可以去呢 你知道他们挑来挑去 挑来挑去 就是巴拿巴 就是巴拿巴 你就可以知道说巴拿巴 这个被圣灵充满的 这个好人大有信心的 是被他们所接受的 巴拿巴是一个被值得信任的人 那我们看另外一件事情 我们看第十度行传 11章28到30节 现在换你们先念了 使徒行传十一章28到30节 预备 请 于是门徒定义造个人的力量捐钱 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 那这边是写到巴拿巴在耶路撒冷被敬重 就被派去看一些事情 以后他就到了安提亚 他在那边服侍了至少一年多以后 发生一件事情 就是安提亚教会 因为他们就是所谓的在国外的那些华侨 对吗 赚了更多的钱 可是国内发生经济危机 以后他们就把钱奉献回耶路撒冷 他们找谁 又找巴拿巴 当时是不是没人啊 就找巴拿巴 怎么又是巴拿巴呢 我告诉你 因为他受托办事值得信任 因为他受托办事值得信任 弟兄姐妹 如果你想托一个人 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你找谁 你信任的人 后来你就说 把他这样忙的这样真的不好意思 后来你就发生另外一件事情更重要了 请问你找谁 那还是他吗 为什么呢 因为你就是信任他 亲爱的弟兄姐妹 被信任是一个品格 被信任是一个品格 人家到底信不信任你 这就是我说 不是我说我是基督徒的问题 是要别人说他是基督徒才是重点 我说我是基督徒 只要我信耶稣就好了 别人说我是基督徒 那要被基督得着才行 我得着基督我就是基督徒了 被基督得着人家才说我们是基督徒 安提亚教会就是这样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一个被圣灵充满 或者你可能对圣灵充满的定义 不是很清楚 你就说圣灵内住吧 就说圣灵同在吧 一个被圣灵内住充满 同在浇灵的人 他是一个值得被信任的人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应该要被信任 当我们被信任的时候 就证明了我们这个人 在圣灵的里面 第三我们看巴拿巴这个 被圣灵充满的人 还有一个表现就是什么呢 请你先写下来 叫做提膝后进人先于世 提膝后进人先于世 在新约圣经中的人物 最被人津津乐道的有两个 整个新约有两个重要的人物 一个叫做彼得 一个叫做保罗 彼得是主耶稣亲自拣选 成为他的大使徒 这个没有问题 彼得的事迹记载太多了 在四福音跟使徒行传当中 另外一位被大家所接纳 甚至更被高举的可能是保罗 为什么 因为他出身好 有学问 有能力 又有宣教的热忱 他那一句话说 故此我没有违背 从天上来的意象 你知道吸引了多少基督徒 说我也要跟他一样 大家一定就很喜欢这两个人 你知道在台湾的教会 或者是在基督教会 基督教的教会里面 通常都是有他的名字 那比如说什么呢 比如说圣公会 那是在历史上的主流教会 长老会 或者像我们这种 就是临生南路礼拜堂 或者像隔壁的基督之家 我们都是这样子的名字 可是你知道天主教教堂 都不是这样叫的 天主教教堂都是叫做 圣彼得堂 对不对 圣保罗堂 圣斯提反堂 最多用的就是彼得跟保罗 因为大家喜欢他们 可是 可是我们 要问到底保罗哪里来的呢 这保罗是谁把他带出来的呢 很少人知道保罗的贵人是谁 就是巴拿巴嘛 就是巴拿巴嘛 我们来读26到28节 使徒行算9章 26到28节 我们来读26到28节 请你们先读 预备 请 唯有巴拿巴接待他 领去见使徒 把他在路上怎么看见主 主怎么向他说话 他在大马的时候怎么奉耶稣的名 放胆传道 都述说出来 扫罗怎么可能在耶路撒冷跟门徒 出路来往是谁帮他了 是巴拿巴 这里说保罗信的主 你知道大家不肯相信他的 这个坏蛋怎么可能呢 可是有一个人出来帮助他 就是巴拿巴 巴拿巴有提息厚敬的心 不仅如此 巴拿巴在使徒的面前 讲话有分量 对吧 这跟他前面有关嘛 因为他值得信任嘛 所以当他说 你们给他一个机会嘛 见见他 他们说怎么可以见他 巴拿巴说你相信我 你见见他对我们没有坏处的 他们就接纳他了 如果把保罗比喻成千里马 那么巴拿巴就是伯乐 事实上事后证明 保罗真是千里马 就间接证明了巴拿巴真有眼光 他把保罗带出来 他接待保罗 他看准保罗未来一定会为主尽忠 你知道后来保罗有一段时间 退到亚拉伯旷野 有几年的时间在那边 是谁又把他找出来的呢 又是巴拿巴 又是巴拿巴 你就知道巴拿巴这一个人是很特别的 我们来读使徒行论 十一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 二十四到二十六节 我读二十四节 那你们读二十五节 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 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 于是有许多的人归服了主 找着的就带他到安提亚去 他们主有一年的功夫 和教会一同聚集 教训了许多人 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亚起手 在这里我们发现巴拿巴又去大树 把保罗就是扫罗找出来 带到安提亚去 跟他一起同工 带着他一起查经 带着他一起侍奉 带着他一起讲道 带着他无论到哪里去 就帮助他 以至于到了一个地步 请问安提亚健康不健康 因为安提亚不是只有信耶稣 说我们是属神的 请问门徒称为基督徒 从哪里开始 今天我们不懂这个意思 意思就是说 那些人真的很奇怪 听得懂吗 那些人怎么可能彼此相爱 他们说他们是属基督的 那我们就称他们基督徒好了 是这个意思 所以那个是好名声整个传开来 这是谁做的 我告诉你就是巴拿巴做的 今天我们把功劳都归给保罗 其实不对 其实是巴拿巴做的 这一段经文显示出 巴拿巴提膝后进 弟兄姐妹来我问各位 请问提膝后进容易不容易 为什么 提膝后进不容易 因为自古就有名言 对不对 说长江后浪推前浪 前浪死在 对啊 长江后浪推前浪 前浪死在沙滩上 当一个师父把毕生的武功 都交给徒弟以后 有一天可能这个徒弟就杀了师父 对不对 所以中国向来的传说就是师父一定要 你们都知道啊 我本来想今天教你们的 就你们都知道这个事啊 要留一手 为什么留一手啊 留一手是专门对付自己徒弟的 真的 留一手专门对付自己徒弟的 一旦发觉徒弟有恶性 立即拿出杀手箭 此处 此时不除害 什么时候才除得掉呢 对不对 所以要提膝后进非常不容易 所以师父杀徒弟的时候 绝不会留情的 你放心 绝不会留情的 历史斑斑可考 只有在基督里面 圣灵充满的人不会这样 亲爱的弟兄姐妹 有的人说 儿子比你好 他绝对不会嫉妒 可惜我年纪渐长 发现这句话也不见得准确 真的很奇怪 真的 连爸爸对儿子都留一手 难怪真是不容易 弟兄姐妹 但如果巴拿巴只培养一个保罗 这只是碰巧嘛 对不对 正经能证明巴拿巴提膝厚进吗 请我们来读那段的经文 15章36到39节 我读一节 你们读一节 过了些日子 保罗对巴拿巴说 我们可以回到从前 宣传主道的各层 看望弟兄们的景况如何 但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 不和他们同去做工 就以为不可带他去 巴拿巴带 这段经文提到巴拿巴也照顾马可 他不仅照顾马可提膝厚进 而且当保罗看重宣教的事工 过于他所要栽培的人才的时候 保罗下了一个决定 宣教事工这么重要 这一个人带的是一个累赘 他从前就曾经 吃不了苦离开我们 现在我们要去那边 我们不带他去了 可是 巴拿巴跟他起了争论 巴拿巴说 这个人还有可救之处 我们带他走 保罗说绝对不可以带他 以后他们起了争执 巴拿巴不惜与保罗分手 就带他马可走了 到居比路去了 可能带他去修养 可能带他去教导 可能带他去责备 可能带他去重新的 从最基础的教起 但这就显明了巴拿巴 真的是提膝后进 而且人先于世 人先于世 但感谢主 这件事情不是停在这边 你知道在提摩泰后书 保罗写最后一封书信的时候 那时候他已经关在监狱了 而且他可能就没有离开 因为可能他最后就是 提出来就是砍头了 他写了一封信给提摩泰 他交代他说 因为马可在传道的事上 与我有益 你这一次来的时候 把他带来 从这句非常简单的话 我们就知道 巴拿巴的眼光很准 巴拿巴宁可为了人 把事工放下来 这是一个教会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们会不会因着事工而把人丢弃了 这个是我们需要好好在神的面前 能思考的 求主联名我们 让我们知道 巴拿巴是一个提膝后进 人先于世的人 这种人 圣经上说他是被圣灵充满 大有信心 他是个好人 最后巴拿巴 还有一两分钟 我要讲 最后一个值得我们效法之处 就是他尽心服侍 不计名分 尽心服侍 不计名分 请你写下来 在《使徒行传》第十三章一到二节 这里就提到 当安提亚教会健康起来 要做主的工作的时候 他们祷告 他们进食 他们在神的面前 等候的时候 圣灵光照教会 说把巴拿巴跟保罗拆拍出去 你知道这个时候巴拿巴 排名在保罗的前面 巴拿巴当然排名在保罗的前面 保罗还是在杀基督徒的时候 巴拿巴就已经出名了 巴拿巴在《使徒行传》第四章 就已经出来了 而且那个时候大家都相信他 而且他已经被使徒信任 保罗还在司体反被打的时候 在那边看守他的衣服呢 看守那些人的衣服呢 所以你就知道 这两个人的差距是很大的 而且不是保罗培养巴拿巴 是巴拿巴培养保罗 不是保罗提西巴拿巴 是巴拿巴提西保罗 可是当他们出去服事的时候 如果你读圣经 你读《使徒行传》第三章第七节 十四章十二节 十五章十二节 一直到十五章三十五节 你就发现一件事情 他们两个出现的时候 有的时候把巴拿巴放在前面 有的时候保罗放在前面 这些经文显示了 虽然保罗宣教使命团已经成立了 他是团长 而巴拿巴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他也常常是排名在保罗的前面 那我不知道是不是巴拿巴 愿意屈就在保罗的宣教使命团里面 或者是保罗邀请巴拿巴加入这个服事 来增强他的可信度 因为巴拿巴是会讲希腊话 又会讲希伯来话 当然保罗也是这样 可是巴拿巴比他更有名 更被大家接纳 但无论如何 巴拿巴一直是保罗最好的同工 如果你去归纳 你会发现巴拿巴跟保罗的名字 交互出现的时候 巴拿巴排在前面的有八次 保罗排在前面的有六次 可是越到后面 保罗就怎么样 排在越前面 后来只剩下保罗巴拿巴不见了 不见了有几个原因 他可能提早安息主怀 我们不知道 他可能年纪大一点 他很可能后来 他就去做别的工作了 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们只记得保罗 我们几乎不记得巴拿巴了 但是巴拿巴一直在这件事情上面 忠心做到圣经里面不再记载他 直到今日认识保罗的不知凡己 我这么多年在海外服侍 很少看到巴拿巴堂 很少 我看过 那很少 我记忆当中大概只有 斯蒂凡堂反而很多 巴拿巴堂很少 很少 弟兄姐妹 如果你跟某人在一起 他总是光芒四色 而你只能默默服侍 你愿意吗 如果你跟别人一起同工 总是他被称赞 而你老是被忽略 你仍然愿意跟他一起服侍吗 巴拿巴愿意 因为他是一个圣灵充满之服侍的榜样 我们要结束了 这一次梅西在打球的时候 所有人都防他 因为这个人最厉害 可能只有两个人最厉害 他只要一上场一定三个人上 甚至四个人上 对方的教练说只要看住他 宁可让别人进球也不让他进球 因为别人我们防得住 这个人防不住 这个人小布隆东的你知道吗 我有一次看他打球 应该没我高 我这种人还能打球吗 他应该没我高 他好像没有到一百七十公分吧 有没有 一百六十几嘛 对不对 一六几而已啊 一六六啊 一六八啊 总之没有我高了 可是要看住他要四个人 三个人稍微勉强 要四个人 最后他没办法 他不能主公 他只好怎么样 助公嘛 我们不可能都主公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求主让我们知道 圣灵充满服饰的榜样 是不计自己的名分 好不好我们一起来仰望主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不是我说我是基督徒 而是别人说他是基督徒 我们一起起礼 我们唱最后一首诗歌好吗 虽然这首诗歌我不太会唱 不过我很喜欢 福有没有 来 读吧 我们早就有接受祢 成为我们个人的救主 我们知道我们是基督徒 甚至我们已经受洗 可是亲爱的圣灵 求祢进到我们的里面 不仅让我们得着耶稣 求祢得着我们 让我们的生命里面充满了祢的荣耀 让我们渐渐活出祢的光辉 求祢自己帮助我们 让我们知道我们所拥有的一切 无论是金钱 无论是能力 无论是才干 无论是恩赐 无论是生命 都是祢所赏赐给我们的 因为这个缘故 我们愿意跟别人分享我们的生命 所以我们愿意 当别人来拜托我们的时候 我们做一个信实的人 被人信任 所以我们也会离开这个世界 因此求祢让我们提膝厚进 看重人过于看重事 主耶稣我恭敬的仰望祢 求祢自己帮助我们 谢谢主 谢谢主 我们现在要分散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交通 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 从今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